上人 或者說慈濟 他能夠用無量益 法學宋的這個延期 來度化終身 他是順應現在的世會 現在的世會的弘揚佛法的利益終身的方式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 慈濟 把佛陀的法華經 無量益經的精神 把它演繹出來 他把上人18年來的職業 把它呈現出 這樣子才能夠讓人家覺得佛教有闖在這個世界上 又被需要 又被需要的作用 當天一定會帶著一個感恩的 情誠的心 去跟你們一起入境場 北區這一次的金藏演繹 在佛教界大約發出了500多封邀請函 慈濟志工也代表上人 一一進攻邀約參與法會 期待透過法會 善能量共振 祈求天下平安